8號上午市長薇嘉賢特別前往 門諾會副社的花蓮縣私立善目中心中樹學員 來發放年節加菜金 並且與財團法人愛花蓮愛心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名義 贈送愛心禮券給十位安置院生 期盼他們努力上學快樂過新年 8號上午花蓮市長薇嘉賢協同社勞課長蕭子偉 前往了善目中心中樹學員探訪安置院生 而院生們也高興地以歌聲歡迎魏市長等人的到來 在農曆春節前夕 花蓮市長薇嘉賢特別前往機構關懷安置院生的生活情況 除了發送圍爐加菜金之外 還以財團法人愛花蓮愛心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的名義 贈送愛心禮券給十位安置院生 期盼他們努力上學快樂過新年 那我們看到孩子們其實還滿活潑 蠻有熱情的 那我們中心期盼每一個孩子在成長過程裡面 也許會碰到一些挫折 那我們希望透過各種不同的鼓勵的方式 讓孩子從挫折上升 那也期盼每一個孩子在新的一年都能夠一樣 有快樂的一個童年 那在過年期間每一個人都可以買一些 等於說過年的一些衣物還有一些想要吃的東西 所以我們準備一些禮券還有一些我們夾菜金 讓每一個孩子每一天都能夠幸福快樂 安置院生包括國中及高中的同學 他們排排座分享著自己的學習情況及個人興趣 市長薇嘉賢則鼓勵他們勇於築夢 期盼夢想成真的一天 而散幕中心中宿學員主任黃順妹 及執行長朱玉貴 也特地將Fashion屋小朋友畫的琦琦公主 送給魏市長劉佐紀念 其實在這次過年期間我們也其實也希望說 孩子可以跟平常的其他的孩子一樣 能夠快快樂樂的過一個新年 那所以其實新年我們最想到的就是可能買新衣 然後吃不一樣的東西 那因為孩子其實平常在過去他原生家庭裡面 其實沒有吃到這麼好的東西 或者在過年的時候其實可能是比較寒酸一些 那我們就會希望說有一些物資或一些資源可以給孩子 所以我們知道其實市長在這一次 其實市長特別關心我們 我們也特別感謝市長 黃順妹表示安置院生過去或許沒有像一般家庭 可以有新衣或是在物資方面 較為奢求 但市長在過年前的探訪 議員孩子們的心願 也讓他們今年的過年 較之以往更有充滿美好的回憶 記者徐立芹 畫臉書報導